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我真實中國的時間 今天要和大家談談中美之間的關係 每集都要談中美之間的關係 但今天我們就想比較聚焦在金融和經濟方面 因為對於我們國家 我講過了 金融元年 你看到美國現在打的這場仗 是非常激烈的 每次都要打死中國為止 但是搞不搞得定呢 我覺得真的很困難 為什麼呢 在各方面 我們也看到現在國家所處理的事 是越來越有智慧的 所以今天就請李先生和我們討論一下 分析一下 究竟怎麼有智慧法呢 李先生你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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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博Sir 其實沒什麼的 中美之間的鬥爭 其實都不可以說鬥爭 說戰爭的了 戰爭不是說熱戰 也不是冷戰 是見不到一個燒煙的戰爭 現在到最後就打金融戰了 其實中國人 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習近平 他們太善良了 想到美國人太好了 所以一開始拜登說 說我們是競爭 不是鬥爭 中國政府最初就相信的 就是以中國人的善良 跟你搞好關係 不是想著用你作數 大家公平價 結果 聽其言觀其行 發覺不對反 其實美國就是用所謂的競爭 用競爭的口號 其實用戰爭的手法來對付你 所以中國政府終於2023年覺醒了 所以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你點對我 我就點對你 不過中國在地緣政治 在那個 叫菲律賓出來搞事 叫台灣出來搞事 其實 都是那三步 中國政府識破了美國 是用戰爭的手段 用競爭的口號來 跟中國打擾到 第二個 中國就 終於覺醒了 資本流失了 所以中國 因為資本流失了 變成財富的積累 流失了很多 他們統計過 是經香港 過去的10年流失了 5萬億美金的資本走了 有一部份 留在西方 留在美國 有一部份留在香港 所以香港做走了香港 過去的10年20年的繁榮 其實很多香港人不明白 就寫說以為是西方 英國 美國 歐洲 就大氣在香港 其實就不是 真真正正 在香港的資本 是中國的 我們有地下資本 地上資本 也有通過正式銀行走的 通過地下屯莊就有 所以現在 你說香港 設立 以及現在域政之後 開放回房屋市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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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市道不好呢 那個生意不好呢 還有那個樓價不升呢 因為中國政府 它明白到 一個資本流失很重要 特別那個財富流失了 變成現在它就阻折你的地下通道了 令到你的資本不要再流失 讓中國的 就是內地的 那個財富的積累快速呢 它要打贏 和美國打贏這場戰爭 是必須要 我們簡單講一下 要犧牲香港目前的 經濟利益了 特別是樓價 以及所謂繁榮了 第三個 中國 接下來 決戰在哪裡呢 就是金融了 所以中國政府知道了 從去年開始就明白到 為什麼會提出要做金融強國 要建設社會 造成特色的金融市場 它就明白最後了 中國在科技製造業 高端製造 一定贏美國的 一定贏西方 但是最後 一里路成不成功呢 就看金融了 現在所以一直打 現在在打金融戰爭 不是金融鬥爭 所以一定要 以戰爭的手段去做 所以現在 你香港 說股市低迷 大陸股市低迷 其實就是在打仗嘛 那你美國 現在它佔盡優勢 為什麼 因為它加息嘛 它加息 將資金回流回美國 那中國暫時就處於劣勢了 很快那個時勢就會逆轉的 即是當美國一減息 即是它的經濟熬不了了 承受不了的利息了 那它就要換個策略 如果它一減息 中國那個美金一跌 中國就開始整個經濟的形勢會逆轉 大陸股市 這個是 說實話 香港走資真的挺重要的 例如一些 找換店 那個走資很厲害 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還有很多資金 也透過保險的渠道走出去 還有很多人就買磚頭 因為買磚頭那裏 你就大條道理 可以將資金到香港 其實有很多方法 現在倒截了這些不正規的方式 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現在要發展 你是要錢留在國家裏面 譬如我們之前也看過在疫情的時候 對於有很多企業 要將資金全部清掉 這件事 國家採取了很重要的行動 所以也保存著我們的元氣 那你正規的途徑出去 我覺得沒有問題 為了生活 又或者有些投資 都沒有問題 但是一定要根據國家的策略去做 就不可以說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這些錢是我的 其實不是的 我們有資本的管制 這個基本上是必須要的 如果不是 我們就成為人家收割的對象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過去香港的繁榮 你看回頭 其實你五萬億美元的錢是很厲害的 因為換年之後 過去十年甚至二十年 在大陸做生意的人 特別是現在中國很多的所謂賺到錢 就是做生意的人 它是將它賺到的錢 那個利潤沒有留在大陸 是通過香港轉移了 在香港和海外呢 其實當初中國政府不是這麼為意的 就是他們經常覺得國有資產才是最大的蛋糕 那它是不怕你 那它後來終於發覺那種東西 就是有錢 就是等於那個財富 是通過不合法的途徑轉移了走 那對社會是很大的影響了 還有中國的房地產其實搞到今時今日 其實也是一個戰爭的一部分 它首先是將那個房地產的泡沫 做大它 然後通過借錢給你 頭部那些大的地產公司 令到你那個債務膨脹 一系列的政策 到時它就通過 它1,700億美元借給你公司 之後就通過逼你還債 你還不到 那就引爆了整個大陸的房地產的危機 那其實你說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中國政府可以隨時擺平它的 就是如果你就算房地產的欠債也好 因為你全部是有抵押的 全部有土地 有屋 有價值的東西在那裡 不過你現在的公司 無限量的借貸 變成了現在你大陸一收稅 那它就借不了 借不了就沒得還了 其實是一個效應 就是說你不行了 你現在連公司還不了了 變成了中國政府一禁 就變成整個房地產的60多萬元 一個資本全部都凍結在那裡 變成了一個無效投資 大陸先生 沒錯 你這個房地產 我們知道是一個固定資產 你固定資產你放在那裡 你如果不作賣賣 尤其是有很多就放租 對於市場的資金流通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你投資房地產 以及投資一個企業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國家現在去做的 我覺得都是再次強調 房屋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當然很多地方 例如我看到的 韓州那邊 已經放寬了 全國都在那裡買 但是樓價 還是平穩的 雖然有點升幅 對於國家的整個政策 我覺得是很好 因為你必須要這樣做 你才可以在企業上 做得更加多 香港也是 香港應該秉持著這個原則 就是不斷在房地產 做更加多的事情 以及要確保稅機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靠買一買土地 這樣做 價高者得 這些情況 其實對於特區政府 不是那麼健康的 玩得一時 玩不到一輩子 所以 有關 之前我們看到 恆大那一篇 現在碧桂園那裡 也有些債務問題 甚至某些比較大的 房地產企業 都說有些問題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西方 在有意地 令到中國 有這些雷 去爆炸呢 我覺得這方面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還有我自己個人的感覺就是 在現在我們內地的金融市場 正在逐漸逐漸完善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是啊 那你就看了 就是他現在終於認識到 以前就是在中國政府的認知裡面 就是所謂的股票市場是用來集資的嘛 所以他很多法律上 監管上就是放鬆了 也都不排除是 好像你證監會或者 或者很多證據公司啊 很多那些基金啊 就是配合了外國人在做空中國 就是這個肯定的了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這些人 所以我們說是最戰格的 就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就不理國家的生活了 那中國政府終於認識到一個問題了 其實如果你搞好那個股票市場 不是單純集資就可以的 那一個市場進入 就是起碼你要那些公司 真是要很好的公司 才給他們集資 第二個那個上市集資的市盈率 就是現在是偏高 上升了三四十倍 那很多使得那些公司一上市就套現了 就是他上市的目的 不是說將那家公司集到錢 繼續發展生產 他上市的目的就是賣公司 現在代錢走人 接著移民走了 這件事情就是很大的問題 第三個證券行 配合那些造空基金 是專家的空子 就是普通人 他是T加一個交易制度 就是今早買明天才能夠買的 不可以立即交易的 但是他用券 就是借貨沽空那裡 他借即海沽 然後即買回去還一個券的 所以這些變相T加0就是不公平 對散戶 所以現在國家明白了 所以現在要改變 即交易制度要改變 全部要公平公正 還有要換政監會的人 那你說會有些人 是否有問題 那我們就不知道 不過就肯定他們是領導不力 即是監管不力 可以這樣說 支持是監管不力的 但是我覺得今年裏面有很多動作 都有在行 你看到由年初到現在 整個股票市場 都是相對來說 暫時是很健康的發展 尤其是我看到 今天看了一些新聞 就覺得很特別 有說有幾間分紅力度比較小的公司 就被約談 這個資料令到我想一下 因為寧德時代 剛剛訂出220億元的分紅派息方案 每一手 100股是一手 牌息有503元 哇 這個牌息真是非常開心 搞到寧德時代就不斷飆升 其實 原來有記者就問到一些人士 就說由去年年中開始 很多分紅力度比較小的上市公司 被監管機構成約談 之後就發佈一些分紅計劃 譬如很多間 多年裏面都不分紅的鐵公雞 被一些專家說 那些上市公司的分紅力度不足 所以現在就要求他們加大分紅的力度 這個是不是對整個股票市場有幫助呢 我想請問李先生 其實對市場 建設的市場是否完善 這是一部份 其實最重要的是你要令一些好的公司才能夠上市 不好的公司就不能夠上市 好像從恆大昨天公佈出來處罰的方案 其實恆大公司一直是造假的 為什麼它會盈利造假呢 銷售額造假呢 就是財務報告造假呢 為什麼會得逞呢 其實呢 很多 譬如說 最大的責任就是同意核數的那個 那核數的那個就會推露 就說它提供的資料給我是假的 無關我的事 我是根據 就是建基於它提供給我的資料 然後我同意核數 但是你感覺到的嘛 之前那些造空的那些對沖基金呢 那些沽空的那些都已經發過報告 就是說恆大根本從來沒有盈利過的啦 就是說它的數字是假的啦 那它出來反駁 拿資料出來 那其實就應該是內部啦 就是我想銀行啊 和政府有些人是配合它在那裡造假啦 那好了 現在開始了 就是中國證監會呢 以前就說OK 你造假譴責你就算了 現在不是啦 你誰跟它搞上市的 你要背負責任 特別是做保證人啦 還有是券商啦 就是跟你搞上市啊 還有整個做IPO的那些券商啦 那就要背負責任啦 就是將來如果上市之後 如果它是假的 這些數據是假的 特別是你簽紙的 那到時你背負責責任啦 那所以這次恆大那份報告出來呢 那一路幫它核數核了十年的那間公司呢 就是Big Four其中一間呢 那將來就要面對中國政府的訴訟啦 就是要賠錢啦 可能以前的Big Six的 就是因為美國安年那間公司引爆嘛 就後來由Big Six變成Big Four嘛 那可能這次會不會由Big Four變成Big Three呢 不知道啦 因為你牽涉到造假做到那麼厲害 你竟然不知道那你核什麼數呢 沒錯沒錯 你核數你是有一個責任在的 我們都看到啦 但是恆大的清盤人呢 就打算入稟 告前核數的 前核數師羅兵涵永道啊 那這個做法其實我覺得是應該要去做的 因為你真是 喂 大家相信你的嘛 你核數 其實你一定有相關的資料 你一定要看清楚 那你幹嘛核數呢 這個是必須要這樣處理的 如果不然就沒有辦法去令到我們對他有信心 還有還有一點 我覺得西方的那個會計師的規則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中國應該有自己的一套會計師的一個守則 不要一直被西方在那裡把持住 因為你所有數給他看 就是你把衣服全部脫掉給別人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對不對 你看看法 李先生你怎麼看呢 其實你說中國要對全世界開放 那你不開放那些 就是別人是核數方面有經驗 還有呢 會計師講幾百年來 就是肯定是對資本市場運作 就是非常之純熟和經驗豐富 那為什麼他們會搞錯呢 就是其實本身會計師行裡面是有害群芝麻 就是配合別人做假 不是他們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呢 就是等於你做醫生 有個病人進來 你一眼看下去是不是知道他有真病是假病 有什麼可能不知道呢 沒錯 沒錯 這個絕對同意 但是大家知道 老美盆數都在搞一陣 對不對 他經常都在轉他的計算方法 這些是知道的 這些就是西方式的會計制度 還有我也知道是改過很多次的 你按照的需要而改的嘛 交給你 李先生 那他沒事的 他西方那些會議公司都是 上糧不正就下糧歪 那你美國政府也帶頭造假 我就跟著你了 所以你不跟這次TikTok的事件 很多人美其名就說 就是因為地緣政治問題 就是因為他侵犯到猶太人的利益 就是報導了現在加沙的那些慘況 使得猶太人對付他 那我請問你 那除了TikTok之外 以前Twitter 現在叫X 都有報導的 為什麼他沒事 為什麼他有事呢 當然不是啦 不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其實他用的手法這樣對TikTok 其實他就是想用最低的價錢 去買了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會生金蛋的雞來的 第二個呢 因為反映了美國是什麼呢 那個創生能力開始慢慢就不行了 就是等於那個創生能力 因為美國引以為榮的就是創生能力嘛 那基於特朗普這麼多年來 打了很多中國留學生 很多排華 就是說現在 哪一次我都不明白 那些中國人現在就沒有這麼熱衝 以前很熱衝說去留學 甚至傾家當產了留學 你去到美國那些很好的major 就是讀那些 讀那個major 那些人都不讓你讀 那你浪費這麼多錢去做什麼呢 沒有意思的 那那 因為中國的特別是半導體方面的人才 其實美國主要是中國人 就是半導體的人才 那如果你以後都不讓中國人去碰 那你肯定的創生能力會低下 這個絕對的絕對的 我們節目開始說 這個是一場戰爭來的 不是一個競爭 競爭和戰爭不同的 競爭的時候我們就是公平競爭 你洗橫手 你最多用間諜去偷我的東西 又或者用一些小小的東西 去阻礙我們的發展 或者你把專利收貴一點 但是什麼叫戰爭呢 戰爭就是我制裁了 我限制你 我就不讓你去做 而且我要令到你的企業 沒有辦法在我國家裡面生存 或者甚至是世界各地 都不可以生存 這個就是一場戰爭來的 不流血的戰爭 這個不流血的戰爭 其實現在就越演越烈 老美正在千方百計 在這裡玩 在這裡收割 不要說 只是華為 現在TikTok 很多更多的企業 包括我們的中芯 我相信比亞迪 跟著還有很多車企 其實都會一路一路受到這些戰爭 現在老美也想拉上歐盟一起去玩 因為歐盟就說 現在要不要對中國的成熟晶片 對它的出口作出一些限制 還有一些要求 既然是這樣的 這場戰爭當然會打得很厲害 但是很奇怪 我們上一集和大家說 中國的出口已經很厲害了 7.1% 即是出口的增長 接下來也會看到 中國似乎是 在這一場 即是我們說 不只是貿易戰 其實在一場金融戰上 其實現在我們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領先的趨勢 是不是呢 李先生 我沒有看錯 其實如果說戰爭 中國是貿易戰 那個出口戰已經贏了 現在就最後了 中國贏不贏美國 就提到金融戰 就是金融的戰爭 其實我們不要這麼狹藝 金融戰 就想到股市掛鉤 其實不是的 金融戰是牽涉到很多問題 甚至牽涉到產業發展問題 所以你美國 為什麼說 創造了這麼多的 所謂偉大的 互聯網企業出來 還有這麼多的風險投資 其實不是金融 中國政府終於明白到那樣東西了 好了 如果將來中國 贏不贏出美國 我們不要說贏不贏 大家可不可以平等 在世界那裡生存 就在看接下來的金融戰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在打金融戰期間 所謂香港的朋友 真的要忍耐一下 因為中國要限制資本流動 要限制資本輸出 等於你一定要在中國 大陸賺了錢的人 一定要把利潤在中國 不能夠轉而走 以前經過香港走資 現在不讓你走 你香港沒有資金流動 你肯定市道不好的 所以不要說 因為外國的資本不來香港 所以香港就是這樣 其實很簡單 你香港的股市 你來一千億美金 如果給外國 給美國的資本 歐洲資本 來一千億美金 是不是查到天花龍鳳 現在你想想 一千億美金 對現在過去走資的規模有多少呢 很少的嘛 只不過他們是一個叫超限戰 一個用輿論來造謠 令到你普通人是相信這件事 其實根本他們是對整個香港的大局 是做不到什麼影響 不過現在國家是處於一個金融戰爭的狀態 所以他沒有辦法 就一定要 目前的 短時間內 一定要犧牲香港的利益 就是這樣 慢慢的 我覺得香港都需要逐漸去建設 很多樣化 包括的時候 國際仲裁中心 你做回自己現在 基本上的事 一定會有過渡時期 剛才我聽到李先生說 整個金融戰爭很複雜 有關產業 不單只是股市那麼簡單 其實還有貨幣 還有基金 還有債市 有一件事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看 人民幣對美元 因為美元指數 大家就知道 不是把人民幣納入去的 是和一些日元 英鎊 法郎 和瑞士 一起合夾的 但是呢 美元指數 其實又在攀升 其實對人民幣 我們叫人民幣 相對說 都是處於一個相對弱勢 這個貨幣上高 我們國家 會有什麼策略呢 我想請教一下李先生 其實呢 中國政府過去 做錯了一件什麼事呢 就是和美元 和全世界的貨幣掛鉤 因為你要明白 中國人民幣是一個主權貨幣 其實主權貨幣 我一定要拿回定價權 中國那個貨幣的定價權 不是要和外面的貨幣掛鉤 如果你一掛鉤 就變成喪失了主權 你要和自己的生產力 和你自己人民幣的真實價值 來掛鉤 所以接下來中國和美國 誰會跑出來 誰會贏 就主要看人民幣了 如果人民幣能夠在 令到資源大國能夠接受你 用人民幣付款 買石油 買天然氣 買礦產 買農產品 那你就贏了 對 沒錯 定價權 結算系統 和貨幣上 會不會成為一個世界上高的主流貨幣 很多人交易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 亦都牽涉到一個 我們自己國家內部購買力的問題 如果你不是一個主流貨幣 你好像 Yen去到這麼低的一個水平 其實 你除了出口有利之外 你國家裏面的人民的 幸福感和獲得感 基本上是等於零 我們看到 失落的三十年 還有很多 日本的年輕人 對未來 完全沒有任何抱負 沒有任何理想 這個不能說全部都是 只不過有很多年輕人覺得 不如 躺平算吧 而且入口的東西很貴 你內部 你是不是可以支撐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日本到現在 他都喜歡說 我不可以用負利率的做法 繼續走下去 我就要去回正利率 但又不敢調度很高 大家看到 如果調度很高 他加息加得很厲害的話 整個市場就會倒閉了 因為那些錢 就會湧上去 現在已經開始湧著了 但是沒有那麼厲害 只是一個小狼 對於我們來說 人民幣 是不是真的會升值呢 你看一下 李先生 近期裏面 那個趨勢 我們現在說的東西 不是說一日三日 甚至三個月五個月 就是說趨勢 你拿回人民幣的定價權 你和你的生產規模 和你的產業的政策 很大關係 為什麼說一定會升值呢 牽涉到了 比如說你人民幣 你升值 因為中國要出去買很多資源 好像石油 天然氣 和礦石 農產品 如果你在人民幣升值 那個幣值高企的 你買回來的原材料便宜了 那是不是你加工出來的產品 再出去便宜了 一樣便宜了 所以人民幣升值 但是問題是你的材料回來便宜了 另外 其實你人民幣 你那個在國際上的聲譽 好不可以 還有最關鍵的 你拿著你的 好像美金那樣 你拿著美金 你去全世界 你想要的東西 全部什麼都買到 但是你如果拿著人民幣 你拿著人民幣 你什麼都買到 包括農產品 包括天然氣 和石油 如果能夠買到這些東西 那加上你中國是全產業 煉過生產的國家 就是你要什麼 我生產出來 我買給你 那你有的東西 我又買回來 因為中國也是一個 非常之體諒大的國家 消耗很多 就是自己 好像農業性的東西 和別人國家 很多有資源的東西 就是我們和別人進口 就是一個公平交易 所以你變成一個世界性的貨幣 就是這樣做出來 你只有不斷地升值 就是主權貨幣 一定要升值才有個價值 如果你不斷貶值 是沒有人會喜歡你的貨幣 沒錯 我突然想起貨幣戰爭那一套書 裡面就說 就是猶太主義 又說我們國家應該恢復金本位 其實我看到現在國家做的事情 是很暗合當時的貨幣戰爭這本書所說的 那個情況 那你要主宰這個世界 不要說我們主宰這個世界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對抗一個金融霸權 那你要對抗這個金融霸權 其實他們最主要的就是 將美元虛化了 這個虛化呢 就是我只用一個信用 所謂的石油美元 但是 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改變它 人民幣的國際化 是必須要實行的 以及走得很實在 國家這一步 我覺得做得非常之正 可能大家感受不到 但是我自己覺得非常之正 尤其是現在 我們打通了俄羅斯的那邊的關口 也都看到有很多食品 或者用品 是由俄羅斯那邊 輸出過去中國 那對於我們的人民 其實生活是很多的 因為以前我的食品不是那麼多 現在就多了很多 包括你在購物平台上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 我最近都去看了 還有呢 我感覺到 如果你一個貨幣 是全世界認同的 甚至是購買力是高的 因為中國的原材料 很多地方 我們都可以自己有 當然都可以跟其他國家去購買 但是 如果有一個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在這裏 嘩 不同啊 不同說法 中國的強大指日可待 還有呢 我很認同李生所說的一個趨勢 因為我們看到 老美去接替英國 去形成一個世界霸主的地位 其實都經過很長時間 我印象中是差不多六七十年七八十年 中國 由我們簡單說 由十年前 我們習近平主席 開始擔任 十一年前 十一年前 開始擔任 我們的國家主席 真正去 將整個中國 重新再部署部局 我覺得這段時間還是很短 但是可以做到這樣的成績 就已經很厲害了 是吧 李生 絕對 回應你剛才說的 日本年輕人對國家 沒有期望 也沒有希望 其實為什麼呢 本身日本政府是沒有主權的 因為他被美國駐軍 他一切的很多的經濟政策 還有國家的發展方向 還有他國內很多的監管措施 其實全部是要適應美國的 一定要得到美國的同意 他才能夠做 所以一個沒有主權的國家 人民對國家 特別對領導層 有什麼期望 有什麼希望呢 戴衛sir 對 沒錯 沒錯 這個是一個問題 主權的問題 你就可以確定到 那個國家是不是 譬如我們最近記得來日耳 趕了老美酒 你趕了老美酒 其實代表什麼 我這個國家主權 不用侵犯 你問一下 日本人 問一下韓國人 他們夠不夠膽 扔美軍走 還有現在我們台灣地區 剛剛也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有些民眾去打了美軍 美軍都不敢說什麼 他還以為 你這邊一樣 跟日本、韓國搞錯 中國人有血性 你不要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其實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怎麼容許你這樣做呢 還有 老美 霸權慣了 那有什麼意思呢 我就覺得 現在日本的所有金融 又或者他要怎樣去行財經政策 其實都是被老美 那邊限制住的 這個觀點 不知道李先生怎麼看呢 那他現在開始要收割他了 那要逼日本的貨幣升值 那還有他 其實日本是拿著很多美元資產的 那他要逼他 就是買回那些美元出來 那就要將他回流回日本 那要高回日本的股市樓市 那才好給 就是美國的資本神組 已經兩、三年前好像巴菲特已經進去了 那現在要等他 那些大血的籌碼要兌換一下 如果不是 那你那個資產價值 如果不供到他最盡 那他怎樣賺到最大的利潤呢 那才會平息 這次他 因為令到他這次加息 才不會欠負他本無歸 沒錯 這個絕對是 你始終對於商人或者投資者來說 賺錢是很必要的 那除了日本之外 那時候 印度都應該差不多時候要收割的了 最近都看到 比特幣在這裏 就是狂升完之後狂跌 又收割了一波 你不靠這些收割 你的錢怎麼回籠呢 那大家自己想想 還有老美的財政部 其實真的 說真的一句 不要聽的 即是 蛋盡糧絕 那會不會去到傾家蕩產的情況呢 那我們真是 就是保持著一個很悲哀的體驗在這裏 看看你怎麼死 還有銀行危機也是一樣的 你看到銀行也是被人降評級的 尤其是我們上一集都和大家講過 整個商業房地產其實嚴重到不得了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你很簡單 你現在好像美國的治安落化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很多美國的著名的大城市 像沙文市呢 它慢慢那個downtown 就是市中心那裏 會變成那個南非的約翰 內斯堡 Jonasburg 那個這樣的款 就是慢慢被一些流浪者 吸毒的人全部佔領了商場 寫字樓 那些大公司全部要搬去郊外 那現在美國還在走這條路 好像著名的那個San Francisco Center 就是很出名的 現在因為那個疫症之後 現在全部的人都搬去了 因為為什麼呢 寧願扣 你知不知道現在恐怖到 是美國的大型的著名百貨公司門口 全部的保安要揹著長槍在這裏守衛的 是啊 有 還有那些賣珠寶 是 賣珠寶那些全部的櫃全部是空的 就是不夠膽放那些 sample 就是那些貨在那裏 就是怕人搶 所以你想想 你說它這麼強大 但問題它本身內裡 其實就是很大的問題 好像很簡單 美國兩千多萬人吸毒 那是一個什麼世界來的 那你說一個 就是你感覺感不感覺到好像當年滿清 就是滿清那樣呢 就是英國買鴉片進去清朝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大把人吸毒 但是那個國家就全世界的GDP是第一的 是不是 沒錯 這個是很驚人的 是不是指塵消息 是不是 就是我們當然不會說 很期望它三五七天啊 三五七個月左右 但是問題呢 就是我們可以感覺到 就是將來很快 可能五個月啦 九個月甚至一年兩年之外呢 就是美金呢 就會回到它應有的價值啦 就是我們說得好聽一點 應有的價值 其實不說得不好聽一點 就是會快速貶值啦 這個 這個是 其實已經開始緊了 其實已經快速貶值了 我自己覺得 你看到現在黃金的價格 我最近看回了 上到二千一百元左右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就買了黃金 到現在都放在那裡 一千七百多元買的 現在是二千一了 你看到黃金一升 就是大家開始對美元的資產 就有所疑慮啦 大家都開始把黃金 先買一買 為什麼不去買美元 如果不是呢 就像以前那樣 大家覺得老美有信心的時候 寧願把錢轉到美元 黃金的流通性又不夠強 也有很多國家 對於黃金來說 放在那裡又沒有息收 為什麼買黃金呢 對於未來 其實大家都有些疑慮 貨幣戰爭也有說過 即是美元的發行過量 未來的美元會劇烈貶值 不是 未來的美元會劇烈貶值 而黃金價格也會急速上升 這個預言 現在應該後半月就開始做了 前半月會怎樣呢 因為 老美的錢呢 其實是公仔子來的 對不對 李先生 其實 你說中國是否走根本位 其實我自己理解 其實是不需要的 沒錯 因為始終說 中國人民幣有龐大的 它不是順利的支撐 它有龐大的資產 在做抵押的 就是中國的土地 是 同時有龐大的企業 還有龐大的生產力 就是全世界 無與倫比的生產力 做支撐的 其實它要不要用黃金來支撐它 其實是不需要的 就是我覺得 只要它人民幣 在國際上能夠買到自然性的產品 就是隨時拿出來 買到自然性的產品 那好吧 人家拿了這個人民幣 回到中國 甚至買到它想要的工業品 就OK的了 那就不需要金本位的 對不對 沒錯 還有再說一個笑話 好 以前 三、四十年前 西方 包括香港人 雖然大陸 就笑一些 大陸的科研人員 科研人員 就是讀過博士 試試那些 有些人那時候很窮 有些駕駛單車 回了工之後 還要駕駛單車 跟著菜市場買菜 就回家煮飯 那些人說 為什麼你們這些科研人員 這麼窮 就是那份工資收入 都不夠 還要自己親自去菜市場 買菜 煮飯回家 那為什麼那些科研人員 就是會是這樣的呢 就是笑中國 就是說 你來那裡 我們高收入 只要你讀到書 就是你讀到博士 跟著你出來 高薪厚職 又有大澳 又有車 那我跟你說 現在回頭了 在美國 就算你讀到很高的學位博士 出來都好 你一樣是 賺的錢是不足夠的 你是買不到樓 你一定要自己去買菜 回家煮飯 這些最好的證據就是走下坡 是不是 還有可能你做到很高的學歷 你可能做一份工都不行 可能要做多一份工 要做兼職 所以才能夠得到你想要的生活 那你 那我都說了 以前你經常笑中國 那現在中國 如果讀到書很高級那些 還有賺到錢那些 那它不再需要做那些樓 現在中國都很流行 我請人回家 和我做家務煮飯 你試一下 問一下美國 有誰人會 請人回家煮飯 打造衛生 沒有嘛 是 是 不夠大季了 不是的 就是那個 那個知識 在美國慢慢是沒有價值的 你明白嗎 這個重點 是 重點 是 請說 是 是沒有了價值 譬如說 以前那個 所謂的世界觀 和價值觀 主要你努力 你讀書 你就算家裡多窮都好 包括香港在內 以前好像 梁金松城 是不是吹的 吹自己幾幾層出生 然後自己步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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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 加上現在美國的選舉 我跟美國的朋友談 他們個個都兇了 個個都呆了 為什麼來來去都在那裡見老爺 哈哈哈哈 這是沒有辦法 一個呆的 白癡的 一個就是偏激到是淫窩來的 有意識這樣的人去拍的國家呢 一個瘋的 一個呆的 那美國的世界也不知道怎樣去發展 我不明白 其實很簡單 我都跟大家說過 我始終覺得現在美國是在走一個叫做悶佛制度 還有你要出身後 你有資源在手 還有我們叫特朗普的女兒 已經嫁給猶太人了 諸一百格的猶太人 整個金融市場 高科技市場 都是充斥著 以色列的猶太人 當這些人 互相和安格魯薩克遜人 聯分溝通 其實這就是掌握世界的一個秘密的鎖匙 當他們聚在一起 其他人想上位 是很難的 根本沒有可能 完全是有一個天花瓣 對於華人來說更加不友善 你看到 有很多人都會很想去美國那邊生活 但是你看一下 你在美國生活 你是不是可以達到一個 你生活變得更加好的狀況 或者狀態 是很難的 你現在在內地生活 我講真的 我始終覺得整個趨勢 現在是 中國和美國的距離 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拉遠 中國越來越好 美國越來越差 美國沒有辦法突破了 固有的一個思維 保護主義的思維 你沒有辦法開放 那當年美國為什麼要強勢呢 因為我趕納人才嘛 很多華人都是人才 那我就吸收他 你現在不是啊 你現在把人才趕走啊 你要把軍艦交給 印度去修理 給日本去修理 日本的造船業 和印度的造船業 究竟是怎樣的環境 大家都很清楚 還有我們看到 老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吸毒者太多 年輕人 你說 你6%多的 現在是長期性 是有這個人在 有一半以上的年輕人 這些是美國的數字 不是我們中國的數字 有一半人以上 曾經嘗試過 這個數字擺放在任何國家 都是嚇壞了很多人 還有現在波音出現那麼多問題 原因在哪呢 曾經有一個評論家 我看過一篇文章 波音出現問題 和美國的軍工企業 出現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要聘用這些人 去擔任他們的員工 他們找不到正常人可以去做事 這個才是老美一個 自作業不可活 你看整個街道上 那些半截人 那些 其實很可怕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所以 我們不是說 去攻擊美國 那當然 其實如果美國要從 就是像拜登說的 重新崛起 重新崛起 我想要參照中國的經驗 就好像中國文革之後 就是要經歷一次文革 就是要崩潰一次才會檢討 就是要推翻一些猶太人的力量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那條路就一直會走下去 一直走到尾的了 就是沒得搞的 為什麼呢 故有那個 記得你的勢力太厲害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扭轉 就是只有國家崩潰一次 那你就才有機會扭轉回那個形勢了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我自己想 就是現在中國政府現在在做 就是剛才我說了三樣東西 就是認識到根本不是競爭 是戰爭 就是金融戰爭 第二個 限制資本流動 就是要將那個財富留在大陸 就是不能夠再被它流失了 就算是你說私人的好 國家都要留在這裡 就是資本留在這裡 就要建設自己的國家 第三個 最後了 就是中國要建設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金融強國 這個東西是到最後 如果OK了 就是如果那三兩年內 就是通過一系列的改革 至於你說 就要最後成功了 建成那個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 那就贏了 大衛sir 那還用什麼打 就算你將來說 世界分兩邊 OK 你西方還西方 北方和南方 中國就做南方的頭 沒問題 所以有時候 中國有時候真的都挺有運的 你如果不是說俄羅斯 不是說北約東抗俄羅斯去打烏克蘭 中國就沒有這麼快 就是那個人民幣國際化運用得這麼好的 就是因為俄羅斯帶頭接收你 我買石油給你 我就收人民幣 甚至你其他國家要買俄羅斯 我只是收人民幣 就像印度那樣 說給勞比 那俄羅斯說 OK 不行 我一定要收人民幣 如果你要買就收人民幣 要給人民幣 那就是監力助力了中國人民幣 那個國際化 所以有時候你不到 你不到不服中國 即是有時候國家有運和沒有運 我有一件事想請教 我聽過郭靖亮那邊說過一番說話 他說 有很多衝突 有很多戰爭 美國是最大的得益者 中國是第二個 即是緊隨美國之後的第二個得益者 這一點我不是很認同的 我反而覺得 中國是最大的得益者 美國 你可能拿到錢 或者是制裁俄羅斯 其實 老美是最大的失敗者 它損失是最大的 是不是 我覺得是 其實我覺得這次俄羅斯戰爭 最大的得益者就是中國 第二得益者就是俄羅斯 當然它短時間之內它有損失 但問題是長遠計 我們要講長遠計 中國幫助 俄羅斯幫助中國 將人民幣國際化 就是走得快一點 還有由它帶頭 如果沒有俄羅斯戰爭 它一定不接受人民幣 買它石油的 那好了 現在接受了 OK 現在最關鍵就是看沙特 現在沙特接受了 那已經是完全沒有問題了 就是已經贏了 那俄羅斯為什麼說 它是第二大得益者呢 因為它 它做到它想要做的事情 現在你看現在那個 以色列加沙戰爭也好 現在你將來 好像如果 當那個巴勒斯坦國成立到那一天 它一定會邀請俄羅斯去駐軍的 你信不信呢 我相信 我相信 絕對相信這句是對的 我覺得是的 但是為什麼呢 我想問一下李先生 為什麼會請俄羅斯說呢 它通過這次加沙的 就是你要相信 美國是中東的棋子 它是利用以色列來去對付你那些阿拉伯人 如果當你如果在那個巴勒斯坦 能夠立國 中國所謂的中立 其實是偏邦巴勒斯坦的 如果中國和羅斯一起 將你西方所謂的真面目 暴露了給全世界 根本你們殘暴 可以這樣殺人 都可以說不是種族滅絕的 你全世界 就是你自己說不認 你去那個 自由太人是封鎖這些傳媒 是不給你西方的人知道 OK 沒關係 但是這個世界不僅是西方的嘛 有兩百多個國家 大部分是南方國家 提升了真面目之後了 那它是不是偏向中國 就是中國現在就是它 那個南方和北方是依靠來的 就是南方國家的依靠來的 現在講AI時代 你想想全世界有哪個國家 能夠和美國的AI 會和它競爭呢 除了中國是沒有別的 所以它就是你的依靠 好像你說現在印尼、馬來西亞 它們是和加沙那邊 都是那個種族的人 它是伊斯蘭教的人 它怎麼會信你美國呢 好了 當你巴勒斯坦 這次我想以色列肯定打不贏了 打不贏 一定要給它立國 立國 巴勒斯坦現在這麼弱 經濟上中國就是支持它 軍事上也支持它 但是中國沒有可能去別人駐軍嘛 它已經說過不會干涉別人國家內政 中國就做過順水人情 我給錢 我給軍火 你俄羅斯去駐軍 俄羅斯又在中東駐軍 在巴勒斯坦駐軍 又在最下駐軍 那它是不是中東 你知是時候大國 那俄羅斯是資源大國 那它是不是將資源統一了之後 那俄羅斯最終是贏家 那中國是最大的贏家 人民幣可以國際化了 是不是 這個是有道理的 我們見到哈馬斯 其實一直都跟俄羅斯那邊 有很多溝通 每一次有問題都去找一找 背後的大佬 我就覺得像是俄羅斯 雖然他最近有消息傳出 他第三號人物在一次襲擊裏面離世 但是說真的 現在我想 無論約旦河西岸 又或者是在加沙居邊 所有人都是哈馬斯 那這個情況 對於中東的變局 我就相信 一定會幫忙 而且一定會做事 而且這個基本上 是令到美國的所謂道德高地 是完全蕩然無存 正式宣佈完 整個局勢 我亦都認同 包括俄羅斯的衝突 俄羅斯戰爭 其實 老美 沒有得玩的 輸了 整個長期來說 他是玩不到下去的 如果他玩到下去 應該很開心 為什麼國債現在變得 越來越是一個大問題呢 他的欠債 其實整個老美的國債 現在已經達到 三十四萬五千億 超過狀 喂 眨眼 可能今年裏面 很大機會 我自己個人感覺 可能會出乎大家的意料 去到四十萬億都不定 雖然這個數字 機會率不是太大 但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小心點 美元資產 我幾年前已經不拿了 就算了 除了一些補單 沒有辦法之外 大家真的要看看 還有 如果短期來說 無論長期還是短期 我都覺得 郭靖良老師所說的話 是不太對的 老美是最大的損失 不是最大的得益者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是不是 李先生 現在表面上 他覺得 美國覺得自己贏 因為他過了歐洲 烏克蘭戰爭那裡 和加沙那裡 他其實是一直引爆 他最大的失著 他引爆不了台海戰爭 其實他目的是引爆台海戰爭 就是做中國的 為什麼不成功呢 另外一個側面說 美國現在抵氣不足 好像現在在說台灣那件事 就是那幾個美國兵被台灣人打 為什麼那些美國兵不敢反抗 為什麼在日本也可以隨便殺人打人 為什麼在南韓也可以 為什麼在台灣不行 因為可能美國政府交代過他們 就是不能夠搞任何事 所以他們就變了暗春 就不敢反抗 跟一個側面說 其實美國就只有港幣 對著中國已經沒有底氣了 大衛生 對 完全是 北京不覺 我們又快要一個小時了 今天就和李先生談到這裡 其實還有很多議題要談 包括李先生跟我說 其實現在很多 例如加拿大 其他國家的人士 華裔 就開始回到中國了 我也有朋友跟我說 趙家長跟我說 其實現在內地的很多醫療專家 其實都是外面回來的 這一點 我們下一集 再和大家 慢慢詳細討論 多謝李先生 節目的最後 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李先生 拜拜 拜拜